纽约15公顷 除了中兴宾镇馆之外 还有多栋附属建屋 其中镇馆为两层楼房 厚实坚固的外墙 采用于山林一致的草绿宝铺色 再加上宾馆四桌的环状警卫巡手步道 雕宝 钢瓶 卫兽 以及银舍等完整的防御工室 使中兴宾馆成为一座安全的堡垒 其他附属建屋 员工机要 侍卫 参谋 文书 通信联络人员 以及警卫清洁人员所使用 行馆内还有三座大庭园 进入阳明书屋左侧是三林公园 零物种类繁多 茂密苍翠 并保有优美的植皮风貌 成为许多野生动物 昆虫栖息的乐园 是蒋公清静自然的好地方 右侧是梅园 中有蒋公最喜爱的梅树 还有龙博 杜鹃等植栽 随着四季的变化展现不同的风情 后花园则是蒋公与夫人最喜欢散步的地方 双双地影 常与秀丽景致相互婚悟 当年蒋公常在持派位于 或者于项目时分 驻足云内欣赏飞勤 为生活平添情趣 民国六十四年 降公崩市后 中兴宾馆一直空置到民国六十八年 才由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计馆 改称杨明书屋 并将党史资料与总统府基要史之大西档案 集中存放此处 直到民国八十六年 杨明书屋完成阶段性功能之后 由中国国民党捐赠移交给杨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经营管理 以重现中兴宾馆时期原貌为原则 经规划整理后 于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正式提供游客参观 让民众得以亲自穿梭在蒋公晚年最喜爱的生活空间 进而揭开这位丰明人物生活的神秘面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收场 订阅 订阅 Vincent笑